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二十多公里的距离结束时 以漂亮的加速获得了第四名 瓦斯卡塔布兰卡取得了匈牙利 在欧运会自行车赛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匈牙利疫苗接种小组负责人表示 预计可以从下半周开始 将有机会预约接种第三针疫苗 乔治·伊斯特万表示 对在四个月前已经完成两针疫苗接种的人 将从八月一日起开始有效预约 在所有情况下 将由医师决定是否需要接种第三针疫苗 如果需要接种哪种疫苗 也将由医师决定 就此他补充到 人力资源部制定了接种第三针疫苗的程序 即不同种类疫苗之间 是否可以联合使用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谢尔多彼得在里斯本举行的外长会谈后表示 匈牙利已向葡萄牙出售二十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就此他强调 就医疗而言 匈牙利是欧盟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针对大流行接种疫苗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关键问题是欧盟及其合作伙伴是否已经为第四波疫情做好准备 在匈牙利央行的加息周期仍在继续 货币委员会将央行基准利率从之前的0.9%上调 30个基点至1.2% 宣布后福利立即开始加强 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乔治·马托尔奇 于早些时候表示 基准利率周期将持续至通货膨胀 回到至可持续的范围 20辆新的救护车抵达匈牙利国家救护中心 这几天还将有另外42辆车抵达 车辆分布在匈牙利的各个救护站之间 匈牙利国家救护中心负责人 恰托·加博尔表示 在过去的10年里 已经更换了上千辆救护车 因此车辆的平均年龄不超过5年 这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需要列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借助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